来来来老婆你自己先来看一下 又刮蹭到了你来看看 你看看啊现在这种情况 进退两难都卡死了 前进咱们的车轮进不了 后退这个脚挡住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底部 你让我怎么开 一旦这种情况太尴尬了 你怎么开的车 哼你凶啊 啊不是啊 你要我怎么说 开车只要记住这句话 开车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怎么可能会刮蹭到 你就记住 如果你开车转弯时 你怕你前面的脸刮蹭到 那么你就记住 怕前脸刮蹭 我们就看我们的这个 汽车的A柱 只要你一到前面有障碍 无论是什么障碍 只要我们的A柱夹脚和前方障碍 底部重合以后 这个时候啊 我们打满方向盘 我们的车头脚就不会刮蹭到障碍 那如果前面是一面墙 那么也是一样的 你就记住左转看 左侧A柱 右转看右侧A柱 把我们的车辆往前开 A柱夹脚和墙脚底部啊 重合以后 我们无论是往左打满 还是往右打满 我们的车头脚啊 都不会刮蹭到前方的墙面 可以放心大胆的转 如果你转弯时车身一侧有障碍 你怕我们的车身刮正 你就记住 看我们的B柱就可以 开车一到车身一侧有障碍窝 要想避免车身刮蹭 把我们的车尽量往前开 当我们的B柱和咱们的这个障碍窝 对齐以后我们再打轮 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车身车尾都不用担心 会刮蹭到可以放心大胆的开 其实啊 一到刚才我们这种情况啊 转弯后刮蹭 就是因为啊 你的点还没有到 你就提前打个轮 就造成了啊 咱们的这种刮蹭 如果你一到这种情况 进队两难 非常的尴尬 其实一样这种啊 也没有办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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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到的这个障碍窝重合的说话 我们再打轮 到过去的时候啊 感觉离得比较远 那么我们再往左导板方向盘 往前进一步 然后又往后退的时候啊 继续退 退到也是席柱和战录 重合的时候啊 我们再打轮 这样啊 我们的车身就不会刮成道 亲爱的 你就用我的这个方法 看着行不行 这样啊 你就再也不用担心 我的车辆会刮成道了